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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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 同事 同好来这边听 今天这个演讲是非常 我们很期待 因为整个人类文明将来会碰到两个frontier 就是它的边疆 一个就是抬头的天空 一个就是前面的海底 那我们这个世界是打线世界 无期不有 为什么说无期不有呢? 当你去看太空跟海洋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东西跟我们的直觉是完全不对的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我们天文所的陈文平教授 来跟我们介绍他本身是怎么去找这些外星 外星生物 那当然他今天的主题是讲火星 可是这个谈火星就脱离不了他今天 好 那个投影片上出来一个 火星人在地球吗? 那当然地球人在火星吗? 没错 我们已经上火星了 所以呢 后面其实真正这个科学的延续 后面是要看各位 你看 陈老师已经白发仓了 后面的努力要靠大家来帮忙延续这个天文的研究 然后呢 设法去开拓这个边疆 让我们文明能够往外走 好 我们热烈地欢迎陈老师 好 谢谢佑老师 这个 的确是 我怎么样用这个简报笔 有吗? 有 就这个再 好 谢谢 好 我大概花一个多钟头到两个钟头的时间 跟大家来说一下火星 那这个演讲我大概两个礼拜前 在何欢山他们办了一个Star Party 就是大概一千多个人晚上不睡觉看星星 我曾经给过这个演讲 不过这种演讲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从两个礼拜到现在 我又加了很多新的东西 一直不断地在进行 那我给自己的一个题目是叫做 百年营获说分明 我要针对几个题目 刚才叶老师说 地球人在火星或者是火星人在地球 会不会都有问号 大家这个谈话系节目看多了就知道 有问号就表示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我会跟大家走一趟 就认识一下这一个太空的邻居 所以真正的重点其实在认识火星 所以没有标题想像的这么吸引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演讲 我先解释一下营获 那很早的人大家就已经发现了说 天上的星星它当然会动 但是它彼此之间相对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所以那些叫恒星 它的位置是fixed 是不变的 相对于这些不变位置的恒星呢 中间有些天体它会动 那它这个智能就叫plan 希腊人它就是wanderer就是会动的意思 所以我们中文叫行星会走 那这些行星是怎么动的呢 平常我们看到日月星辰都是东升西落 那是因为地球在自转 地球在自转它们其实短时间内是没有动的 对吧 可是长时间之内呢它们跟我们一样 我说它们就是行星 它们都是由西向东转 所以所有东西都向东转 月亮也是向东转 我说你今天晚上看 跟明天晚上看月亮其实是向东转 当天晚上是向西转 那就是地球自转 那这一个向东转的这个运动 我们把它叫顺行 因为大家都是走这个方向 我们像地球自转也是从西向东 你看地球的话就从西向东 所以东西才看起来好像从东边升起来嘛 所以大家应该都是顺着走才对的 偏偏天上有天体有一部分的时间 它会倒过来走 最有名的就是火星 那火星这个银啊这个字啊 有三个火啊它其实就是萤火虫的那个银啊 不过萤火虫是一个虫字不应该是发光的虫 这个银这个字就是小小的火 像蜡烛像豆子一样大小的这样子火 就叫做银 那萤火呢就是火星 它后来日本人现在还把整个火星就是叫行星的意思 萤火就是火星 萤火之星 萤火 那火星呢它就一个很明显的所谓的逆行的运动 这边举的是这一两年的一个例子 从去年的年底开始我们看到火星 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所以它果然是向东走 一天一个月 到了今年的二月呢 它开始倒过来走 到四月又反过来又继续往前走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会反过来 逆行的现象 这个逆行的现象啊 在古人观察行星的时候就非常纳闷 因为大家知道原来要解释说 大家都绕地球转 我们明明就看到大家都东升西落 太阳 月亮 所有的情形都绕着地球转 绕着地球转的东西怎么会倒过来走 所以大家知道在古代就有所谓的军轮本轮 就是说它除了绕我的鱼 它自己也绕圈圈 对吧 就是用这种很复杂的方式 来解释火星的逆行现象 其他的行星也有 但是火星因为比较快就发生了 你看在今年去年跟今年呢 就发生了逆行这样的现象 所以才得到这样的名字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不奇怪 只要用地球转的太阳转 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东西很好解释 我们在跑操场 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跑步的时候 把太阳放在操场的最中间 我们就开始跑 我们跑第三圈 第三个跑道 离太阳近的万有引力强 就可以跑比较快 它还是 引力还是拉得住 比较远的呢 就不能跑太快 跑太快就飞走了 传续要跑比较慢 所以外圈的 或者是外面的行星 绕一圈的时间一定比较长 这样 所以我们跑第三圈 火星呢 跑第四圈 所以它跑得比我们慢一点 我们有时候会赶过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它好像倒过来走 对吧 就好 我们平常开车度 我们比较快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旁边的车子 倒过来走 所以倒过来走 这个逆行啊 只可以用这么写说 用日行说 就是用简单的模型 我们只要绕着太阳 不需要本轮 基本一大点好多轮子在那里 不需要这样就可以解释了 这是我今天最乏味的一张投影片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数字 有很多的事实 我决定把乏味的东西全部都给先丢出来 火星 它的英文叫Mars 它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红色的 这几个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晚上是看不到火星的 只有刚刚入月很短的一段时间了 否则的话 要看火星是很容易的 平常你走出去看 像最近 晚上就有木星 我昨天刚刚从露林山上下来 早上的时候金星跟土星在一起 非常非常漂亮 那这些都是行星 这些行星怎么样看得出来 比较平常天空不熟悉的话 因为恒星是很小的一个点 无限小的也很远嘛 也很小的一个点 这些点它的光线经过大气成了什么 我们大气有不同温度的空气 气体在那边动 所以它经过这些空气的时候 它的那个光就会动 对吧 会折射 不同的方向折射 然后又速度有快有慢 所以我们看起来 这个星星就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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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所以恒星它是一个点 看起来就会闪 闪来闪去 行星它因为离我们近 我们眼睛看不出来 可是你往往近一看 行星是一片 它是一个面光源 是好多好多点组成的 很多人都点组成这些点 互相在彼此都在闪来变来变去平均掉了 所以行星看起来反而光不会闪 它是一个面 所以你跑出去看 你看到今天晚上天气空气不稳定 对头很大 你行星闪得很厉害 旁边有个不闪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行星 那火星呢 它又是在不闪的里面是红色的 非常明显 很可惜我都最近看不到 我没有关系 再归一下谁就看到了 那这个红色的外观呢 是因为它的土壤 跟它的大气里面呢 都很多的氧化铁 就是铁锈啦 铁跟氧结合了以后的一个产物 我们等一下会针对这个来讲 为什么会这样 好火星的半径大概是6800公里 是地球的一半 地球大概是13000左右嘛 所以大概是地球的一半 质量呢是地球的1分之1 体积是1半 对不起 半径是1半 质量是1半 体积就是1分之1 它的体积是我们的1分之1 质量是我们的1分之1 质量小一点 就可以看到它的密度跟我们地球 差不多啦 小一点点 它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智展轴啊 倾斜了24度 它绕着太阳公转了呢 它智展轴呢 显了24度 这跟地球很像 地球是23.5度 对不对 因为倾斜了 所以有的时候阳光直射的部分 到了另外一段时间呢 就变成斜色了 所以它会有季节的变化 因为有季节的变化 因为有这样的结果 它这两个极 阳光照过去总是散得比较开的 就是都是斜色 所以在两个极 南极北极呢 它也有冰 那我们外观上呢 就把它叫做极帽 好 然后呢 它有两颗小卫星 有两个小月亮 我们地球有一个月亮 你看这个月亮跟我们比是很小 可是相对的其他的行星 跟它的月亮来比 我们的月亮是很大的月亮 火星的这两个月亮就很小 你看它都不到10公里 差不多比中立式的这些 横跨的距离都还来得小 它这两个小月亮啊 分别叫做FOBOS跟DEMOS 我们等一下都不会讲这个 因为只有一张图影片里面 会有它的那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不规 这两个月亮都不规则 右边这两张照片 就是它的小月亮 它一般相信不是土生土长 它是在它旁边的小行星带 这小行星被它抓住 因为抓住了 不是土生土长 一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土生土长 那边站不出卫星 它已经超过火星的势力范围 它靠太近 所以再过大概一年左右 火星的这两颗小火星就会被扯开 将来再过一亿年以后的 天文学上头 就是火星是有光环的 它跟土星 木星等等 天王海王一样都有光环 好 我们等下都不会讲这个 所以我下一张图影片 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理 就是我们太阳系里面的户口明布 我们来点名太阳系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 这是太阳 后面其他有八颗行星 分别是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我们看了这是第四个火星 这里面这四个呢 看起来相对比较小 这个是不成比例的 距离不成比例 所以这四个很小 然后是木星 土星 天王 海王 现在我们对太阳系是这样了解 就是靠里面的这四颗啊 它体积比较小 它是岩石 氧化物 金属的成分 有地的 可以登陆的 所以我们地球当然有地 火星可以有地可以登陆 金星 水星都有 在下面这四颗呢就不一样 它比较远 比较大 木星跟土星呢 是气体 它里面是不是有小小的一个 像地球一样这样子的小中心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外面很厚很厚的大气层 我们地球的大气层非常薄 你拿一个地球 我们刚刚讲一万三千公里的直径 大气啊 几十公里 几十公里到百公里 所以按照比例来看的话 如果地球已比喻成地球的话 我们的大气层像一层卫生纸这么薄 包在你都看过照片 很薄的一层那就是地球的大气 木星跟土星不一样 它好厚好厚的大气 因为有很厚的大气 实际上它的成分跟太阳是一样的 都是清晰 因为有很厚的大气 所以它 你只要太空船 如果要去所谓登陆木星的话 你一进去就很厚 越来越厚 因为里面也是高压 高温 然后就压力大到 连它的元素都变成很特殊的形态了 在屋外面两颗天王海王 就是冰体了 够冷 事实上土星的光环也是冰体 木星的光环比较接近岩石值 所以它就没有这么亮 我们在地球上反光就只能看到 土星的光环 好 对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火星 这第四颗这个 在它跟木星之间有个小行星带 有几十万个上百万个小行星 是因为木星扰动的制造的过程当中 扰动了也还没有办法做成一个独立的 单独的一个行星 所以我们叫小行星带 好了 另外这些呢 现在连大小都不太能成比例的 下面这一行叫矮行星 我相信你能看都看不太到 那这些矮行星呢 就包括了以前有名的冰王星 就像我这种年纪的 我们从小就是学太阳系有九个行星 对吧 那从2006年以后呢 大家了解原来冰王星不能当作行星 它算是另外一类做好以后被抛出去 比较大一点在海王星以外的天体 那太阳系里面除了这八个行星以外 虽然明显的里面是个小很多 外面是个大很多 尤其中间这两个特别大以外 另外还有一批呢 我们把它叫矮行星 包括了冰王星 包括了小行星带里面最大的那个古神星 大概1000公里 比台湾大两倍这样子更有致敬 这样子的天体还有等等 一共有五个 目前的户口名部上面矮行星有五个 这还会变的 将来发现更多 就有可能满个多数据还会再增加 再下面这一批 就大小都不成比例 因为完全画不出来 这些就是我们的小行星跟彗星 这些是做了这些东西以后 剩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地球就是由这些小行星组合 慢慢慢慢长大的 那剩下来的 它还在太空里面跑 小行星是岩石值的东西 如果有混在冰块的话呢 它将来就会有可能 接近太阳就会有彗星的现象 就是我们太阳的明部嘛 好 这张投影片我准备了很久 不过我不准备细讲 就是东西的大小的比例 那让我来做一个 我就只讲比喻好了 我把太阳比喻成 在台北的天文馆 就是差不多科士馆 米科士馆要大一点 不过不准差不多是科士馆 的话 那么地球呢 差不多像排球这么大 二十举光博士 手掌打开这么大 月球呢 就差不多像网球这么大 火星我们今天的主角 像垒球 所以一半啊 我刚刚讲它是大概地球的一半的大小 那距离呢 如果我现在站在这边 在科士馆旁边的话 那么地球跟月球之间的距离啊 差不多才从我这边到门口都不到 差不多这个十公尺 跟这个荧幕这样子的距离 所以我摆一个排球般的大小 月球呢 就像一个网球 在离我这个荧幕的距离 可是火星跟太阳的距离 跟地球跟太阳 我刚刚讲地球跟月球啊 地球跟月球实际上是38万公里 在我这个比喻里面呢 才十步 对吧 几公尺 那么地球跟太阳呢 就是两公里 两公里我昨天量了一下在哪里呢 大概在文化国小 从我这边到文化国小的距离 所以非常空哈 所以那火星跟太阳呢 的距离呢 就三点多公里 文化国小可能再过去啊 再过去一百分之五十的距离 所以天体跟天体是非常非常空的 不过距离也很远 不过相对来讲月球还是近 你看如果我这边是地球 太阳相当于在文化国小的话 那月球只是这样子的距离 所以月球真的非常近 月球太空人要去是不难的 事实上喷射科技大概到月球 大概要走十几天 历史上最快的是阿波罗10号 它时速四万公里 所以一天不到就到了 几个钟头就到了 所以要去月球 有紧急要出任务的话是可能的 我们的火星现在可以飞得非常非常快 可是你看地球到火星最近的距离 如果噴射科技来走就要走四年 很远啊 就是这样一个比例 好 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火星有疾灌 在当地的冬天跟当地的夏天 这个冰的这个消斩 这边的冰不是水的冰 是干冰 是综艺节目的那个放出来的那个冰块 是二氧化碳 所以它也有季节的变化 1970年代 60年代 就人类就已经放了太空船去了火星了 当时去了后 后来陆陆陆陆都有去 就看到火星的地形 就是太空船的那个登陆艇的一部分 看到冬天的时候地上会有霜 也是一样 是二氧化碳 然后太景小车碰到了大石头啊等等 火星的表面就是地球表面 还非常像 不是我们中大的这种表面这么湿 但是去火星 对去沙漠 可能那个隔壁啊或者是去火山 尤其是去夏威夷的那个火山的那个地形的话呢 这个地貌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好了 火星还是 我知道没有动画是不是 我还在等着 没这么一出来 好 这边应该会出现一个 咻 一个会跑的那个风沙哈 那很抱歉 人类都已经把机器装上火星 这么高文明的地方 我们还搞不定一个电脑的档案 实在是蛮忧忍的 不过 这边应该有个风沙会 所以火星上面有风吹杀 它是有空气的 火星上面的空气啊 它的大气层是地球的1% 所以我们去年边是压力是不够的 1%的压力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压力 让表面有液体 你只要把液体拿出来 就蒸发掉 但是它是有大气层的 1%的大气地球能起来 它可以有风暴 它没有东西去挡它 所以它的风暴反而比地球要来的旺盛 火星还有一个第一名的太阳系 它就是还有一个太阳系最高的一个火山 它的火山有27公里高 地球最高的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对吧 8公里 8000公里 火星的大小是我们的十分之一 八分之一 直径只有二分之一嘛 对不对? 可是它的最高的山峰 火山呢 却比我们地球最高的山要高的多的多 高的三倍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很喜欢这张图 这张图是比较了地球上面的最高峰 跟金星上面的最高峰 跟火星的这个奥林帕斯山 火星上最高峰叫奥林帕斯山的比较 为什么会这样子? 现在相信是这样子 这些是 我们大家知道地球是活着的 对吧? 地球里面有液体 所以我们的板 我们的路块啊 是浮在液体上面的 所以这些板块会动 所以有时候会撞 会有地震 撞了以后呢 山会做出来 另外呢 地里面是液体啊 这些岩漿会流出来 流出来冷却就形成了倒影的话呢 可是板块又在动 所以像夏威夷的那样子的群岛 我们的群岛都是怎么样?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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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出来以后呢 板块继续动 所以就成了倒链 对吧? 裂鱼这样子 那火星上面有火山现象 但是它没有板块 它不够大 下面可能没有足够的液体让它移动 所以它冒出来就在同一个地方 一直冒一直冒一直冒 它没有一边冒一边整 所以它造出来的火山特别的高 好 火星这几年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 就是发现火星上面曾经有大量的流水 火星现在大气层不够厚 我刚刚讲 现在不会有流水 不会有液态的 但是早年是有的 不但有 而且有大量的 你看看有那种像河床一样 这样子的东西 后来再去检视它 它真的是有沉积 有沉积岩 就是它真的是有水 这样子的证据 当然我们现在很好奇 火星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让它大量的水没有了 水是生命 我们这种生命一定要的东西 我们从小讲的生命讲的阳光 空气跟水啊 阳光跟空气都不是必要的 阳光主要给我们能量 可是有生物不需要靠阳光 其实我们就不靠阳光 我们是间接的 对不对? 我们去吃那些靠阳光的植物 植物当然直接吸收阳光 在海底 地球上面的海底很深的地方 就完全照不到阳光的地方 也会有完整的生态 为什么? 因为它有地球 它只要有能量来源 阳光不是必要的 空气也不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空气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我们刚刚讲 植物直接起光合作用 我们需要它储存能量变成葡萄糖 我们去吃这些葡萄糖 怎么样去吃就把它拿出来 能量要拿出来 燃烧 呼吸 所以空气对我们来讲 是取能量的所需要的 那个也不必要 事实上有些细菌它是艳养的 可是水啊 一定要 目前我们知道的生命形态 你我都是靠液态的化学 你我的记忆 情感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全部是要靠液态化学 液态化学才够快 反应够快 如果是固态的化学很慢 你今天把我这一杯水拿到冰窖里面去 零下五度 十度 它就冻成冰的 硬的 我再拿一个方糖来 一固体 摆在它这上面化不掉了 化学反应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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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慢 对吧 那我把它气化了 气化了以后反应很快 可是很难控制它 我说这个一坨 一堆水蒸气 跟一团的糖气 把它变成糖水蒸气 糖气就很难 很难限制住 所以用液态的化学又够快 又可以控制 可是液态也会跑来跑去 怎么办 我们就拿血管 细胞膜 让它行化学反应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生命进行 很需要液态的东西 不一定要是我们喝的这种水 某种液态是很重要的 所以 但水还是有很多好处啊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中央大学在路里有一个天文台 还算够高 我们就会有一般北国 就是高海拔的 或高纬度的国家的困扰 就是冬天的时候水会结冰 一般的东西结冰了以后 它变固体以后 它缩得比较紧 比较密 水很奇怪 在众多元东西里面 水是特殊的大家知道 它结冰了以后呢 它膨胀 那这个简单的事实 虽然很例外 对吧 这个简单的事情 让对于生命的企业 说不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想想看 气候如果变化很大 急剧冷却的时候 如果水是正常的东西 那么原来的早年地球生命 就是在液态在海洋 在河流里面形成的话 一旦结冰 假如它是变比较密的话 冰块就沉到湖底去了 外面冷 它就一路冷冷冷上来 整个湖就全部结冰了 大家都不要活了 对吧 生命就没办法进行 偏偏我们水是这样子 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它结冰了以后 它浮起来的 所以从上面开始结冰起 外面冷的一塌糊涂可以冷到零下 二十几度 三十几度 五十几度 下面还有一团火 活水 还是可以让生命进行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简单的事情 水还有很多编辑啊 很多很特殊的性质 让我们得天独厚 所以水很重要 所以我们对找水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目前这种生命 需要某些液态的东西 而水是很特殊的 含量又多在太阳系 在太空里面 所以去一个地方找水 是找生命的首要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光是找生命啊 如果我们今天要移民 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郊外去烤肉 你一定会带肉啊 带炭啊 你就知道要带水是很烦恼的 很重 对吧 你最好希望能够就地取材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移民到火星去 移民到月球去 我们当然最好希望能当地是有水 除了民生可以用以外 水还可以分解成氢跟氧一样 可以给我们呼吸氢可以当燃料 所以有好多好多好的地方 所以找水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很多任务都要找水 好 所以这边是比较一下大气层 我们的大气大家都知道 蛋最多两次之 其他就很少 金星跟火星 我是拿我们两个左右的两个邻居 第二跑道和第四个跑道 他们的东西呢 大气呢都是二氧化碳 许多这是原始的大气 大家做成了小行星壮壮壮 聚集成了行星以后 自己还在挤压 把原始的那些东西释放出来 把气体释放出来 就是这一代的大气 最早当然是七跟七 就是跟太阳一样这样的一团气 后来的大气就是二氧化碳 我们之所以变成了蛋 尤其是有氧都是后来的氧化 尤其是生命出现了以后 让我们的大气呢都别的不一样 大家知道氧气是来自植物了啊 好所以这是大气的比较 火星为什么这么红 我在很多场合都开这样的玩笑 你反正碰到这样的天文问题啊 或甚至有很多问题啊 你就回答不知道 大概有一半的机会会是对的 火星为什么这么红都不知道 哎呀答对了 然后你问任何一个专家 专家也是说对不知道 不过呢我可以猜 我们受教育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去猜 我们猜跟人家丢骚子的猜是不一样的 他猜猜看说 答案就是我刚刚讲表面有很多的氧化铁 铁氧化了 然后呢它有气体嘛 有那个有大气嘛 被风扬起吹到大气 所以大气里面呢天空呢也是红红的 好了答案回答了 火星为什么这么红 因为氧化铁 这没解决问题 继续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它的氧化铁这么多 我们地球上面有这么多氧有这么多铁 为什么没有红红呢 答案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过猜猜看 说啊火星掌灵有很多大量的流水 也有火山活动 因为它喷发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水被阳光分解就有氧气 所以它就提供了氧化铁的氧化 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奔发出来的铁 有大量的火山活动 然后呢就留在那边了 第二个是最近的一个 有一个华人他提出来的一个学说 说有很多的铁直的云石啊 撞击的结果 大家不知道我怎么写A2 A2A2A3等等等等等等 不知道 事实就是火星真的很红 所以中文的火星就是红嘛 火光的这样 英文的Morris就是战神 就都跟战争流血有关系 都是因为它的 来自它的颜色 好 我刚刚讲了 我们跑第三圈 我们绕太阳一圈一年 火星跑第四个跑道 它绕太阳一圈两年多 因此用最小公倍数的概念 你就知道每两年左右 我们会跟火星接近一次 最近的对吧 所以为什么在一年来 两年一批 两年一批太空任务 我们等一下会开个表 就这个意思 因为最小公倍数就是两年 对吧 所以你要规划好你的任务 不见得直接往火星飞 因为一直靠自己飞啊 燃料很带不足 近代的太空飞行是非常不经济的 大家看到那火箭很壮观 发射 就发现它到了一点点高度 它就抛掉第一节的火箭 那些火箭是什么 全部是燃料 燃料在什么 在自己 这很荒谬对不对 本来燃料应该是在前面的那个载具才对的 不是 现在的太空还是很落后 要自己带燃料 把自己冲出去以后呢 所剩无几 让自己在太空里面剩下一点点动力呢 可以改变方向啊 可以降落啊 如果还要回来就找到了 就没有动力了啊 所以这是 所以在飞行的途中常常需要借助别人 所以大家看到报导会很奇怪 我们要去木星土星很远的地方 我们要先往金星跑 金星保护它 甩一下 又经过地球 又甩一下 对吧 有时候呢 过了一会呢 又再甩第二次 甩利用外游引力 不是直接撞 吸进来以后甩出去 利用甩的这个方式呢 帮它加速 用不到自己的燃料 时间反而省 因为速度快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做太空旅行 在太阳系里面是常常用的 现在当然有一个新的动力的技术 这两张投影片花了我好久的时间 我整理了一下火星的任务 不过我不寄望你看 我只是简单的给你看一下 从最早的1960年代 我整理了一下它的名字 国家什么时候发射 什么时候抵达 你就看到很多东西是没有抵达的那一栏 没有抵达 对不对 然后我得到哪些结果 太空任务探险情形呢 有几种方式 在地面上当然就往有景看 如果你要用太空去的话 探险 太空探险的话 第一种 就是我们太空船经过去啊 经过一下拍拍照片 做做实验 然后就经过去了 fly by 飞过去 飞略 第二种呢 是发过去以后呢 进入它的轨道 orbit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在轨道上面绕着它 研究 做实验 观察 第三种就是困难 是不但绕着轨道 还送出一个登陆小体 登陆landing 对吧 这些任务有不同的目的 有的就是passing by 就是fly by 有的是orbiting 有的是landing 就是我讲有部分成功 有的一发射就失败了 等等等等 你光数这些空栏 你就知道成功率啊 大概一半 不过仔细看细节的话 你就会发现 美国人在登陆火星方面是 成功率很高的 他记录良好 俄国人在这一方面 就不晓得为什么 运气不好 他去金星啊 水星等等 甚至于把人送上太空站 他都运气了 被美国人第一个抢登陆了月球以后 整个太空计划就是就一直一蹶不振啊 不因为 然后呢 有些任务是发射就没了 有的任务是飞到一半 飞到一半 你要进入它的轨道的时候 一定要发射一个火箭要修正嘛 发射火箭会有个冲击的力量 就把电脑关掉 对吧 发射以后 希望改变它的轨道以后 进入火星的轨道 再开机就没开机了 好几次任务就是这样子 很远 对吧 我们离火星非常的远 你一个计划打过去 要中头 然后呢 再回来 对吧 所以没办法及时的控制这些事情 来 我们看一些比较近期一点的 譬如说 1975年发射 76年抵达 将近一年 Viking 海盗一号 我这一定有打错 对不起 Viking 1 Viking 2 这两次都很成功 刚才我们看到了火星表面的照片 有一部分造成就是他们 那真正到火星去看看 火星的长相是什么样子 在这之前就等下会有一场一场 突然在讲这件事情 当然大家去火星都要想到 有没有火星人 所以去那边一定要摆一些相机 对吧 你想想看 你的相机每次在拍的时候 那些火星人都躲在你后面 那你怎么拍都拍不到 所以还放了地震仪 对吧 如果大象在跑蹦蹦蹦蹦蹦 也可以被你侦测到 这些都做了 这些都是它主要科学一部分 好 然后这边有些像这个 Mars Observer 这个我印象最深 因为我是1992年到中央大学来的 1992年9月刚开学去演讲 火星 好兴奋啊 我们现在人类正有一个火星任务 叫Mars Observer 火星观察号 要进入火星 我们师父以待 就讲讲讲 就没有 它在抵达三天前就失去联络了 那当然说 科学家还在找 工程师还在找原因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讲的就是一种可能 不过这种剧情 对 这种剧情当然没有人要听 一定说是 火星人不是告诉你说叫你不要来吗 你还来 对不对 把你举告你一下 只是让你看这样的表 你就知道 去火星本来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Mars 96 你看 也是同一年 对不起 就96年 跟美国 美国就成功了 Global Surveyor 成功绕行取得高解析度以下 对吧 一直到任务就终止失去联络 俄国人同一年同一月 发射就坠毁了 他的火箭技术 就让他在发射的时候就成功 好了 然后日本也试过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 这个太阳风光 把他的这个仪器打坏掉等等 目前还在校 但是已经死期失败 都不失败了 最上面一个 Mars Climate Orbiter 是美国的 各位 1998年12月发射 9月因为数学错误导致轨道失误 太空任务 这么多任务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 有公字跟英字搞混的 我就不开玩笑 所以我跟学生说 讲一个数字如果不带单位跟没讲一样 非常重要 用错单位都会造成太空这种失败 第二张就比较靠我们现在了 我是用时间倒过来看的 美国的Mars Polar Lander 他到极地去 降落表面后失去联络 Mars Odyssey 这很有名 因为到现在还在绕 这一次的好奇号登陆 他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前能够绕行火星 他是这一次登陆的终迹 他登陆小艇下去以后 讯号不直接送到地球 他有天线可是太浪费能量 对吧 发给轨道上面的太空船 再由轨道的太空船来发给地球 Odysic Odysic 就还在 来我们继续看 Mars Express 是欧洲的任务 他放了一个登陆艇 叫Beagle 2 小猎犬2号 小猎犬2号是怎么样 成功了啊 登陆艇已经造型了 然后放登陆艇下去 Beagle 2 下去以后就没了 现在怀疑以后会见真章 人类被火星去久了以后 会去看一看以前的车祸现场 看看怎么回事 现在怀疑Beagle 2 就是下去了以后 翻了 翻了站不起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是摔毁啦 还是讯号埋在土里啦 还是真的被火星人抓走啦 这就不知道啊 所以就 好了 再下来大家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精神号 跟机会号 这两个就很成功 也是美国那一批 两年一批的这一批里面呢 2003年的暑假序 2004年年出道 都成功登陆了 你看精神号 Spirit 他精神很好 可是呢 他跑跑跑跑跑 轮子陷在沙坑里面 就动不了啦 轮子很小 所以这次的改进就是大陆 跟人一样高的 可以跨越障碍 机会号 就还在表面跑 成功的登陆了 好了 再看最近的 Recognizance目前也还在绕行火星 这次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Finix 持续联络 但是也是成功了以后 慢慢就用电池用完了 最近一次的是俄国发射失败 中国大陆发射一个营火 它就叫营火 它的英文就叫Inho 营火它是载具 载在俄国的太空船上的 俄国发射失败 中国大陆的任务也失败 一同堆毁 最近这一次就是 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 叫做Mars Science Laboratory 火星的科学实验室 这一次的那个任务就是一个实验室 它把一个实验室带到火星去做实验 其中登录的那个小体或小机器 叫做好奇号叫curiosity 那是就今年八月的时候成功登录了 所以我们把curiosity这一次的任务 好奇号稍微做成简单的介绍 这张图片是地形图 就是由火星的高低不同做出它的图 这比较暖的颜色红色黄色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就发现南半球在火星相对是比较高 北半球比较低 火星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知道对答对 不知道火星天体有一半一半 这是不奇怪的 我们地球也是啊 你把地球的水全部抽掉 南半球是比较多水的 对吧 陆地比较少 北半球比较多 很多月球也是一样 像是我们这一面和背面是不一样的 好 那讲这张图的目的是 历年来我把它登录的这个地点把它标出来 有的是在一些平台上面等等的 有的到极地去等等等等的 这一次的curiosity在红色这里 它在哪里 它的赤道附近 在高的南半球跟低洼的北半球之间 在赤道上 这什么地方 这是以前如果火星有大量流水的话 水往低柱流 这个地方就是沉寂的 找沉寂的地方 对吧 它是以前水流过的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选这个地方有它的特殊性 另外它还在一个高山的旁边 我们等下再讲 所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已经尝试去不同的地方去探火星的各种性质 地质啊 磁场啊 辐射啊 有没有水啊 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就不看了 好 这一次的科学目标啊 主要是探 它其实就是 我说它是科学实验 它就是探差的地形 气候 另外决定是否适合生命发展 好奇好不是去找生命 它没有去找生命的实验 各位 找生命怎么找 去看嘛 哪那么简单 如果看到的话 以前就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到土里面去挖 挖什么 是挖到有蚯蚓 还是挖出来就有细菌 还是挖出来一百万年前 一亿年以前死掉了的细菌 死掉了细菌变什么 是不是细菌曾经在里面有生存过 会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做这些事情 这个都不是 它是要去看看对于生命有关的 尤其是看看辐射的 太空门如果将来去的话 辐射场是怎么样 对不对 等等等等 收集人类要是登陆火星 所需要的一些数据的第一步 可是好奇号是很大的一步 好奇号长三公尺 总共大概一吨 比之前的那个两个小车子 多了十倍的科学仪器 这是好奇号的实验室里面 这是一个人 所以好奇号多大呢 房车 像一部汽车这么大 可以带很多的实验 你说这到底算是很大吗 这样房车有什么了不起呢 你看看 这是第一代的 1997年的巡弋车 这是精神浩跟那个Spirit 就是2004年过去的 这是这一代的 所以这个像什么的 这像我们平常小孩子玩的那个遥控车嘛 遥控车你只能装一个简单的webcam 实验就了不起了 对不对 就很简单 那这种东西会被沙灯卡住不足为奇 那这么大一个东西 当然它能够带着科学实验的仪器 就多得多 可以设计很多 设计很多gadget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轮子还可以压出图形啊 你知道还可以等等 就有些花样 对吧 有的气声就可以摆音响啊 可以摆倒车雷达 一样的意思嘛 好 另外一个很特殊的 除了它大以外 当然因为大 所以它在登陆的时候 需要的技术就完全不一样 挑战更多的 第二它的动力 以前的火星车啊 是太阳能 所以用太阳能板 白天就照阳光 来 让它可以工作 封杀一起来 照不到阳光了 就开始有没有动力的危险 对吧 有的时候被封杀遮住的东西 被沙子遮住的太阳能板失去作用 封杀一来 切掉了 又反而可以用 对吧 所以大气可以帮我们的忙 也可以再周 可以复周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太阳能板寿命有限 太阳能板加电池的这些这个组合 就会慢慢消失 这一次不一样 它自己带了自己的电力 我把它叫做同位素热电机 这是我自己叫的啊 媒体上把它说它有核能 它这个核能跟我们平常讲到的 这个核能发电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是活药的原子核 它会衰变 衰变会放热 所以它自己带了这样子的一个 我把它叫热电机啦 所以它自己有动力 这样很好啊 这样预计可以停留一整个火星面 一六百多天 然后再大概五乘以二十公里 真的差不多像宇宙力士 差不多大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之内 在地球的两年内呢 去巡落这个地方 它的平均速度每小时三十公尺 三十公尺 一小时 当然很慢很慢 为什么 它不需要走快 还有不少赶路 它就是慢慢慢慢走 稳定 不能翻车 不能陷在沙克里面 对吧 可是它轮子很高 所以它可以跨越75公分的障碍 这很棒 这个希望到目前会证明 它这个还是很耐用的 好 这是好奇号的照片任务等等 我挑过这个不讲好了 它当时火星当时在八月份的时候 李地球是 我这边写13.7公分 就是我们发一个讯号叫它做什么事情 要14分钟以后它才收到 它做了一个动作以后 要14分钟以后 我们才知道它做了没用 所以你知道这是不能做紧急任务的 你不能说转完转完也掉下去了 来不及了 对吧 来不及了 所以距离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的障碍 也没有办法 所以告诉你有多困难 然后还测一些表面的一些科学任务 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 评估辐射 大气的演化 二氧化碳的分布等等 组成 了解这边的岩石 土壤等等 以前的任务 像以前的小灯路景 它总是说还是探路的 看看这边有什么地方 这边有什么地方 看到了以后只能用webcam 简单的照一张相片 不太能做实验 这一次可以怎么样 60年代 对不起 70年代去的webcam 就已经做实验了 它就挖 到地底上去挖 但是它不像地球上面的实验室 所以它就只能就地做实验 对吧 加热 加热到500度 我刚刚讲说 你怎么知道在土壤里面 是不是曾经有生命呢 它如果土壤里面曾经有那种蛋白质啊 反正就把它加热了以后 可以知道 闻一闻 开玩笑 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 分析成分 这一次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它可以挖更深 不但可以热到500度 它可以热到1000度 去加热 然后呢 有植谱仪 分析你的成分 这次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有一个镭射枪 它可以在7公尺左右 它可以先烧一烧 烧了以后呢 看那个气分析它的成分 可以摇测 对吧 虽然几公尺 我可以先看一看 一扫 哇 太有意思了 这东西要好奇怪的颜色 它就可以一个地板伸过去 在就近的又高倍的显微 竟然放大进来去看等等 它做实验 永远比不上 我们真正去拿一个样品 然后千辛万苦带回地球实验室做实验 来得精准 来得很复杂 但是起码它可以在就地做一些 比不简单 看这样子的实验 来复杂而多 这是它的 有意义的地方 八月份的时候 那是一个新闻 不过现在也不是新闻 不过给您解释一下 我小时候的太空任务是这样子的 我们送太空人去绕地球回到 或者是去月球 又回来了 我说当时太空任务很不文雅 各位记不记得 像我这个年纪就记得 当时太空人是这样子 他回到地球以后呢 他不能降落 就啪啪丢到海里面 然后大家就划船过去 把舱门打开 太空人站不太起来 因为体育很久没用 对不对 我就看到把它扶出来 真的很不文雅你知道吗 电视上看 明明是一件得意的事情 可是文雅不起来 当时就是这样子 所以太空梭原来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发明 非常好的技术发明 它可以落地的 对吧 多文雅 很棒 太空梭现在没有了 对吧 等它下一段 去月球呢 月球不能啪啪啪啪下去了 不行 所以去月球一定要怎么样 月球没有空气 所以你不能用有空气的方式让它减速 也没有水不能丢到海里面 怎么办 就用反向火箭 对吧 你去了以后就啪啪啪火箭 噢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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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非常噢 噢 噢 降落 然后呢 假如运气好 直的降落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噢 歪了就歪了 歪了起不来的了 好 火星有大气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沙滋箱去太坦 去那个土星的卫星 去了以后怎么样让它减速 降落伞嘛 大气如果够了 你降落伞打开就让它减速了 对不对 要减慢一点 降落伞大一点嘛 只要空气够的话就可以了 火星偏偏它大气有不足 所以它不能光用喷射器 也不能只靠降落伞 都不够 所以它进入大气以后 先用盾牌对着大气 烧到盾牌赖热减速 利用空气刹车 减到一部分以后呢 再打开降落伞 让它继续再减速 可是空气实在不够厚 所以减到已经快到地面了 还有速度 对不对 怎么办 再用打开盾色器 所以你去一个环境 要看它当地的情形 采用哪一种方式着陆 前提四驱火星 好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些技术太棒了 它怎么样让前两个 就是精神号跟那个 哦 不就是你机会号 登录呢 它盾牌减速 打开降落伞 减速 然后呢 包在气囊里面 去耐震 对吧 就大家可能看过电视就 叮叮叮叮叮的 你也不知道它会弹到哪里去 不过反正火星你也不去 去不到哪里啊 好 弹到那一地方以后 你打开 哇 奇奇 居然仪器就朝上 我刚不讲完 我不讲了你翻过来 就翻不过来了吗 那你说 哎呀 它怎么会永远打开朝上 太简单了 你想像一个像金字塔一样 这样子的构造 你不管哪边朝下 你就推那一边 仪器一定是永远朝上 我觉得这很简单的想法 很棒 对不对 好了 所以气囊是一个方法 成功了啊 几次去都成功了 这一次总共一顿的东西 一个房车 气囊不行啊 气囊会撞坏 所以弄了一个更大的挑战 我动画都不能播了 很可惜 那这一次是怎么样 这次是机动方法的组合 盾牌刹车 交流伞打开 然后反向火箭 反向火箭不是我刚刚讲 它会脚的成土飞扬吗 所以它用什么方法 它用绳索 七公尺的绳索 钢缆去吊挂 吊挂一个好处就是 力气引力总是把它拉着朝下嘛 对不对 然后朝下呢 这边一旦touch down 马上反向火箭 就自动像剪旗带一样 剪短破就走掉 离开脱离现场 不干扰当地 就不会成土飞扬 对不对 正向落地 然后能够缓落地 用这样子的方式 好几种组合的方式成功 八月份那次登录成功的时候 我们特别有感觉 因为能够让一吨的东西这样着陆 就可以让十吨的东西这样着陆 所以将来的这一个技术呢 一定还会再改进 我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好 登录地点 简单的这张投影片等待一下 火星人下一张就来了 我们12月21号 在中央大学要办一个世界末日的 世界末日的活动 对对是party 有园优惠 有学生的比赛表演 还有一场对谈 我们要 不是要谈12月21号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我说学策照考 房贷照脚 世界不会末日 但世界总有一天会末日 到底是什么事情 就请科学家来谈一谈哪些可能性 请哲学学者来告诉我们 面对末日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想法 请我们找了一位天主教的神父 找了一位佛教的法师 来谈他们的宗教对于末日这件事情的观点 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有人说我告诉你 能来200个人你就投效了 我们非常的沮丧 我们说 他说一定要有很划重取宠的这种内容才行 我说没关系我们就无聊一次看看 看看这种纯思考性的 看能够吸引多少人 我希望诸位能够 礼拜五晚上能够在场 参加一下园约会 进去喵一眼看看 哲学系的系主人怎么讲生死这件事情 就蛮好玩的 好 登陆地点站着盖尔 一个Gale的一个陨石坑 他登陆地点是这样子 右上方就是他的地形图 登陆地点他的不准确定在那边 这个椭圆之内 这一次登陆就很准 因为没有弹跳啊 对这些问题 好 然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中间凹下去 边缘比较高 陨石坑就是这样子 月球上面各位看过月球的照片 坑坑洞洞的 有些坑是以前的火山 月球现在没有火山活动 早年有火山口 火山口长了样子 陨石坑也长了样子 怎么分得出来 我跟各位讲 陨石坑中间有一个坝 这个坝不是说 因为我陨石打下去 陨石掉在中间 不是掉下去就化掉了 对吧 可是打了地面以后 地面会反弹回来 换句话说被打了以后 肿起来 所以你看月球的陨石坑 中间有一个肿起来的那个山 陨石山 就这个 它是反弹回来的 也是一样打下去以后 也是一样 所以它旁边会有一个边缘 会是高耸的 然后呢 诶 中间会有一个耸起来的山 通常这种山啊 随着 因为它也不可能肿很大 因为肿很大 外园子它垮掉了 它不会肿很高啊 我们平常打一下也不会肿这么高嘛 或者是在火星上面 随着大气的侵蚀啊 就慢慢消掉 可是这座山不得了 这座山好奇怪 这座山甚至于高过陨石坑的边缘 几千公尺高 而有一座高山 它就太奇怪了 光靠打起 撞击肿起来 反弹回来 不会这样的山 所以相信是以前 真的是有撞击这样一座高山 但是因为水的侵蚀 早年的水的侵蚀 让旁边的侵蚀掉了 剩下的这座山还别在这边 所以这个登陆地点 除了南高北低这件事情以外 希望在这个地方找到成绩的证据 我这边是讲 在美国大峡谷的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大峡谷也是这样子来的 对吧 不同时代的成绩 在盖尔与石坑底部 跟它高处的地方 水流以前不同年代成绩出来的结果 我说你要知道一个地方的历史 你就要去问 经过那一段历史的老人家 地质上你就要经过那一段历史的地质 成绩 你就知道火星的水的历史 对吧 所以就到这个地方 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了好了 我准备了几张投影片 来讲讲火星这件事情 火星人这件事情 很早以前人类就相信了 月球上面是有人的 而且跟现在的诈骗集团一样 诈骗集团打电话跟你说 嘿给我钱 你再不会给他钱 现在诈骗集团你讲得很好 很像 很像真的 对不对 所以一个好的谣言 一定是真真假假 在1835年的时候 纽约的一个八卦报纸 他就报导说 各位 Sir John Herschel 他是赫薛尔是发现天王星的天王星 他们一家族 他的弟弟 儿子都是天王星学家 一个有名的科学家 利用南非的一个刚刚盖好的望远镜 注意啊 所有诈骗的那个要素都有了 有信用的科学家 刚刚做好的望远镜 因此前面的人都没有看过 对不对 看到月球上面有人 哇 报纸大卖 连迈的 你知道每天大家都在排队等明天的新闻 所以慢慢慢慢出来 这都是当时真正的造型 这是版话 所谓月球人像蝙蝠一样 全身有毛 有翅膀 还在那边吃瓜 还抱着小孩 后面还有建筑物等等 哇 整个文明都在那边 到了连载的最后一天报纸 他后面还有很大的房子 啊 各位家看到 他后面有宏伟的建筑 换句话说 月球人不但有智慧 而且有高度文明 对吧 好了 这整件事情就叫做moon hoax 就叫做就是一个骗局 后来逆子语家去追究 到底是谁写的 那个记者根本没这个人 那有人说是这个洛克 这位文学家 他写的 他不承认 他说 好 后来发现他只是讽刺 当时的一个科普作家 这个科普作家说 你说中间到处都是人 不相信我告诉你 土星的光环上面 有多少土星人 连人口密度都算给你钱了 连土星人有多少人他都算了 我们最怕这种事情 因为你如果没有根据啊 你就知道你是乱来的 你写出数字出来 而且讲述说 那边是什么样的环境 一直会有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相信 像不可排一样 一边是假的 一边是真的 你就不知道 对不对 他要讽刺这个人 他怎么知道土星上面 有多少人呢 他用当时他住的 英国的那个地方的人口密度 去乘上那个面积 就得到总人口 换句话说 他是有数字的 有数字不一定可惜 好 这是月球人 我们不讲了 月球人类已经去过N次了 对吧 去过好多次 都没有看到 月球上面大概是没有人了 有人也不会有翅膀 月球上面没有空气 是吧 无用武之地 对吧 所以这个谣传 虽然当时很历史上 Moonhawks这件事情 但是 以现在的角度来讲 是比较烂的剧情 对吧 不符合次学 扑克牌的另外那半幅牌呢 也不合富士师 但是真正啊 这是我昨晚写的 我昨晚写这样 朋友们写说我很兴奋 但是火星人啊 在我这一代人 火星人就是外星人的代名词 我很高兴 我 在座跟我年纪一样的 不多了啊 我们小时候的卡通片 Aptice College 红上会 哇 我昨晚找的我高兴得热了 因为我好久没见了啊 然后 早年的火星人 就是很简单 都加两个天性就好 早年的 早年拍电影 还是省钱啊 这样就够了 对吧 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了 好 好了 这是火星人啊 连那个Superman 还都在对抗火星人 还比较欺负我们 我还找到这一张叫 Mars Needs Women啊 这个叫争扎 火星需要女神 好等等等 甚至于火星人是不是来打地球 等等等等 所以火星人是外星人的代名词 为什么 为什么月球人一下出现就消失了 因为不符合事实太严重 对不对 火星人满有机会 我们来看看火星人怎么样走进地球人的历史 来 又来了 有名的科学家 1877年 意大利 我故意把这两张投影片全部文字都留下来 我没有用Itemize 意大利的天文学家Skia Berardi 在良好的观测条件下 注意就来了 大片的关键是杂片 谣言的关键因素 有名的天文学家 有信用的 在好的观测条件之下 发现火星表面有条状一条一条的结构 他是意大利人嘛 他说意大利的那个语言就是Canali 意大利文的Canali是Channel 就是一条一条的意思 条文状结构 但一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媒体的时候翻错了 他用了另外一个翻译 而且Canali这个字拿掉一个I 就变成英文的Canal Canal是运河的意思 所以当时的新闻一转 意大利的科学家观测到火星上面有运河 我说 从此火星人正式走入地球人的历史 因为运河是人工的 一旦有了这样子的观测 你不会怀疑他 因为你不能做这个实验 天气又没有他好 他又是有名的科学家 他有信用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Canali根本不知道 这根斯奇阿波拉拉根本不知道 后来有人跟他讲说 听说你发现了火星上面有运河 他笑一笑 后来这故事越来越大了 他开始火大了 他就开始说 我是在做火星的业就没有车 但是没有那么让人兴奋 那这个东西也是让报纸 就一直不断的连载 然后各位来了 一旦有发现运河这一件事情 好像是事实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理论学家 开始发文章说 火星有运河是有道理的 火星跟地球一样 南北极才有冰 对不对 火星又离地球很远 当时的科学观测已经知道 火星上面缺水 所以南水北影 北水南影的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它需要完整的全球灌溉系统 而且在不同的季节观测火星 火星表面会有不同的阴影变化 地球也有农作物 当时绿色的时候跟不是的时候 地球的地形 那个人造卫星拍的照片 远远的看是不一样的 火星也有 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知道其实是风沙 遮住了等等这些事情 不过当时认为是合理的 我刚才讲文章一直发 有道理 硬核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技术 因为北边什么温度 中间什么温度 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位天文学家 你看他在观测 从来没有天文学家观测 会穿西装笔挺 他很有钱他是一个富翁 他对天文非常有兴趣 晚年尤其对火星着迷 富翁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他当他对天文着迷 他就自己盖一个天文台 他就自己盖了一个天文台 叫做Lower天文台 现在还在运作 而且是很更新 很近代的一个天文台 Lower天文台 当时Lower在观测的时候 他就着迷他就快 他就把火星的这些条纹状结构描绘出来 当时所谓的全球灌溉系统 就因此就出来了 换句话说我们有火星的灌溉系统的图 对吧 好了 继续来 1898年的时候 H.G Wells很有名在文学界 他是这个作家 他是科幻成作 他写了一系列的小说 叫War of the Worlds 这几年又重拍一次 星际大战 讲述火星人好战 喜欢大战 的这样子的故事 到了1912年 美国小说家Burros 他把Lower的这个想法 就是火星上面 有人的这个想法 写成了一系列的小说 主角叫John Carter 卡特队长 最近又复活 又开始重拍 对不对 这个Burros写的文章 很有名的就是泰山 都是他的那个故事 Anyway 好 在故事里面说火星人是绿色的 多好啊 真有想象力 他不需要吃植物 他直接行光合作用 对吧 很有道理 这个科幻小说是好看的 他赋予他的事实 火星上面很干燥 这是科学事实 所以呢 他需要靠运河来做 也因为环境恶劣 他觉得地球真好 到处都有雨水 所以他要来打地球 本来Mars就是战争 火星人当然好战 想当然玩 对不对 他就要来打我们 所有这些剧情 全部吻合在一起 我们就觉得 嗯 火星真的好像有缘 来 这个字体比较大 火星人的传说高峰在1938年 就是差不多这段时间 Halloween的时候 Halloween是什么 Halloween要装扮起来啊 装鬼啊 播鬼故事啊 听鬼故事啊 当年在纽约的一个DJ Orson Welles 他 他是一个广播DJ 他就广播剧 就播The War of the World 世界大战 啊 开始播 大家打开收音机一听 断章取义 演得太真了 就说火星人不但有 而且来了 登陆美国的纽泽西州 当时大家听到收音机 就很恐慌 就开始跑 开车子往外跑 可是不知道往哪跑 又没有交通及时这个报道 对不对 就造成恐慌 第二天的报纸 Fake 假的 Radio What stir 引起恐慌 不过各位知道 民众就是这样子 第二天的报纸灯 你一定说 你们要掩盖事实 火星人怎么会是假的 我昨天上街 明明就看到绿色的火星人在街上 一定有民众杀鸡头跟你说 他昨晚又看到 民众就是这样子 对吧 告诉你这是假的没有用 火星人一直在 所以搞到 后来的 一开始60年代的水手 等等等等 照片等等等等 19760 80等等 都没有看到 后来再次后来讲起来 我们中央大学做的一些脑科学 这种类似这种的研究呢 就说 人类喜欢把点连成线等等等等 然后在暗的不同颜色的地方 你会看到别的颜色 红色的火星啊 它的护土色就是绿色 你会以为你看到了绿色的表面 表面是有作物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都原来是我们的错觉 火星上面绝对没有高等生物 目前连细菌都没有看到 人类在别的地方都还没有看到清楚 如果发现戏剧 如果不是人类带去的的话 非同小可 表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生意可以独自出来 人都会非常非常好奇 好 火星上面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人面石 1976年白亭去的时候 拍摄到了这样的情形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因为当时我在念研究所的一个老师 他不是我知道老师 他是我系上的老师 他就参与这个任务 他当时就告诉我这件事情 他们这些照片是要有高解析力任务 是为了要拍好以后 为了下一次登陆任务 找登陆地点 我刚刚讲嘛 你一个石头一翻就起不来了 像这样桌子的一个石头 像Bito2那样子的任务 一下去就起不来了 对吧 现在当然不像我一看很清楚 我还可以调整我的角度登陆 以前不行 他找登陆地点的时候 看到了这样的照片 这像不像人啊 太像了 所以这一个新文艺术也不得了啦 有太多好玩的故事 我这边只能简单地讲 第一个火星人用他自己的形象 做了一个死雕 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这不好听 说火星人才不是用他们的形象做的 他是用地球人的形象做的 他说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 逃犯有没有 wanted 说你最好不要来啊等等 故事好多 网路上这种新闻啊 每隔半年出来一次 说这个Sedona这个地方啊 不但有人像 还有侧面的那个照片都有 然后在整个地方还有 还有什么加油库啊 机场啊什么 整个文明 整个城市建筑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人面石这件事情啊 掀起了不少风暴 活灵活泄说火星上面应该就有文明啊 太不可思议了 火星上面好吧 我讲起来像开玩笑的 火星上面为什么不可以有人面的石头呢 为什么不会有雕像呢 所以后来的几次太空任务 本来没有要去那个地方 因为科技家认为那就是灯光地形的巧合 应大众要求登陆小车只好去 然后那个轨道下面的太空船 也针对那个地方拍了 1976年Viking的图 1998年2001年 没有啊 不管是风侵蚀的结果 阳光照的角度不同 就没有比较漂亮的脸 不成脸型 人面时这个故事应该落寞 那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Paredolia这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我们人很容易联想成人脸的意思 我们小孩子刚生下来婴儿的时候啊 有眼不能见 看不懂 所以你看那个出生一两天的婴儿 他的眼神是很呆直 他不知道看什么 因为他的脑筋啊 还没有跟他眼睛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视觉系统 他不懂看什么东西 第一个看不懂的是什么 母亲或是照顾他人的脸 就是人脸 我们是很容易联想人脸的 我这边举的都是这几个例子 你看 这可以上晚间新闻吧 上天在警告我们什么 人脸 这只是地上的 水洒下去的两个那个索罗斯的地方 人脸 这当然是博尔沈知道 电影 好 人脸 人脸 烤面包 人脸 那个甚至有圣像的脸 对吧 这一张我好喜欢这一张 只要你看一个人一个树 可是你看好像有 眼神一晃 就有人脸的样子 我们很容易看到人脸 我只要画两个点 画一个这个 这就是人脸 这没有道理哪有人长那个样子 可是我们就会联想到人脸 这是我的邻居前几天寄给我的 这是一种蓝花 它长得像藏人 而且还是男生 你知道 我们邻居都寄这种东西给我 孟母大概三千 好没有 就是我们人很容易想到 跟人有关的东西 不奇怪 所以这一张照片 我在念书的时候 你把它转九十度来看 它其实比较像女生的胸部 你想看到什么 就可以看到什么 对不对 看你要看到脸还是要看到什么 好 拿棋子这个 火星上面还有心 火星上面还有别的脸 与世坑啊 还有别的脸 所以我说 是不是火星人特别爱面子 他特别喜欢展现你的脸 不是 我们看太清楚了 地表上多得很 一大糊涂 你知道全面到草场去看 你都可以找到一定有这种两个点 在一个这一地 一个线段的东西 太多了啊 绝对不是 地球上面还有观音山 骆驼石 就跟五官 好了 动画不能看 哇好可惜 火星有两个小月亮 所以我说 我有一天想 那火星上面看不看得到日死啊 我自己给自己一个问题 我上网一找还真拍到了 这个opportunity拍到了 一个小月亮从那边走过去 嘟嘟嘟嘟 月死 月死 所以火星上面看得到日死 但是没有日全死 因为那个石头很小 那个月亮很小 另外一个不会有 所以另外一个月亮不会有 所以火星上面有些事 火星上面没有磁场 所以会不会有极光 我又问我自己提个问题 上网一查还真有 极光不是因为我们地球的磁场 太阳吹出来的风打进来 撞击高层大气 大气被激发了发光才有极光 没有磁场怎么会有极光 我来看你极光怎么定义啊 它本身可以有带磁性的岩石 也可以有局部的有磁场 它打进来一样有大气 它也可以有流星的现象 流星的现象跟磁场是很类似的 都是我们大气自己发光的现象 所以还不能说火星上面没有极光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 好火星有沙尘暴 同样一年2001年6月的时候 哇火星表面好清楚 这就是当年的灌溉系统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是大峡谷 它大峡谷比美国的大峡谷 大得多得多 然后呢9月份时候 这两张都是哈佛泰国外面去拍的 城堡一起表面完全看不到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我们就看到了全球性的火星的沙尘暴 这个不能动画实在太可惜了 各位去找啊 这是我新学的东西 它叫做Dust Devil 中文叫沉卷风 火星表面有好多这种东西 我刚刚有一张动画它会走的 跟今年4月份的一个新闻 它说叫蛇腹 好像一个蛇的肚子 蛇腹的这个沉卷风 然后拍到这个以后呢 它把它做成动画 所以本来点这里可以看到Animation 它就是看到这个沉卷风在那边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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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表这样走 那我觉得很好奇 我不晓得各位 在我小时候在小学里面的那个操场 常常看到这种东西 有没有 你就看到 我们小时候就啊 龙卷风 龙卷风 我长大了才懂的那不叫龙卷风 龙卷风有严格的地音 就长大了以后 东西有严格地音 以后是继续变得很无聊 好 但是Dust Devil这件事情 这个沉卷风啊 它其实就是地面加热 热了以后热空气上升 如果条件对的时候 它穿过冷空气的时候 旋转了一下 然后继续 因为东西在动往压力变小 里面的空气再进来 在喂饱了它的那个气体 它就可以持续这样转 就叫做沉卷风 所以它要有很多条件 我们小时候为什么都在操场看到 因为要平坦 天气一定要很勤 才有对流 大气要比较冷 所以地面比较热 然后没有风 不会一涨起来就破坏掉 有些条件 那龙卷风是什么呢 为了这个我才学到 这是刚刚那个动画 这个应该会呼 这样走过来 好 大家有机会 你就打Dust Devil就可以看到 在Viki去看到这个动画了 蛮好看的 这个 半夜的电视的名嘴就會说 火星上面有灵异事件 可是这个一直在发生 常常发生 火星因为平坦 它没有地形 没有别的建筑物挡到它 所以它的沉卷风可以规模很大 可以一直不断地出现 虽然它大气没有我们丰富 我们反而很复杂 我们有水 跟让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 这才是龙卷风 Tornado 少了一个字 Tor 少了一个单字 一个字 好 那龙卷风是什么呢 是上面大 下面小 下面是地面 我们叫龙卷风 下面是水 叫水卷风 水卷龙卷 它跟水卷风有什么不一样 上面是乌云 它是乌云 它能量来自于水 水给它更多的能量 不只是靠空气对流 所以Tornado 龙卷风跟Dust Devil 是很沉卷风 都是大气的现象 但它其实不太有样 好 好奇号登陆了以后 大家很高兴 庆祝登陆成功 在几分钟之内 就收到了这个影响 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这个轨道上面的卫星 要把它改变它的行程 改变你的轨道 说在我登陆的时候 你最好就在上空了 对不对 因此讯号可以马上传回来 任务成功 第一 前两张照片之一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真棒 你想象一下 光走了十四分钟 好远好远的路 对吧 才到被我们收到 我们就看到了 火星的表面 很粗糙的一张照片 低解析度的 但是马上就看到了 再后来几张照片 就更多了 看它地表的样子 下面应该也是类似的 这张是我最喜欢的 在一天之内 它拍了很多照片 这张我最喜欢 为什么 有它的地表 好 有好奇好自己的影子 还有这一座盖人 面对的那座高山 它要爬的那座山 好棒 我觉得我喜欢这张照片 整个好奇好的任务呢 要是我来选代表照片 我代表我自己会选这一张 有自己 有目标 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 还要慢慢慢慢爬上去 不会爬到最底的 好了 好奇好跟以前也不一样 它不能靠自己 它轨道上面已经掉度来了太空船 帮它拍照 帮它做 你到底做得怎么样 所以盾牌抛掉 应该在这里 还有呢 打开了降落伞 抛掉 对吧 都在 那个太空船上面都拍到这样的照片 所以盾牌还在飘落的热盾牌 好棒 这样照片也很棒 我深深的看到任务正在进行 这是后来的任务了 就开了比较清楚的照片 看到它的大的轮子 要抓地要好 所以它有很好的这个 水泥地 枯 没有水泥地 哪里有水泥 好 这一般人杀死的 然后它的轮子呢 大家都看到它可以 它有coding 它是摩斯玛 它是那个 它做这一个单位 JPL的摩斯玛 所以它一边滚就有JPL 走到JPL 就可以 这是什么特殊的呢 晚上就可以把它收得好像 要跟谁打什么暗号一样 这没什么嘛 我每部车子出来都有个mark 对不对 我今天做了一部车子 让它轮子可以压出些东西来 我可以计算它走得多远 等等等等 还好 我不觉得有什么阴谋在里面 好 摩斯玛 JPL NASA委托的那个 噴射去实验室的那个 实验室的那个 英文缩写 这放大了 地表的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一些杀药的一些 这些东西 好 这是最近可能是前两个礼拜前吧 挖起来 摆在像烧杯一样 取一样 加热 对吧 做实验 跟我们的化学实验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在就地做比较 比较 比较 环境没那么好 仪器没那么好 风吹沙的原来的颜色 火星上面红红的 做过Photoshop以后说 如果在地球上 是用地球的灯光去照的话 大概会省 这是我平常海边看到的杀药 不奇怪 它跟我们是一样的化学原始组 我有几张调皮的照片 这是什么呢 火星其实到处都是文明 可是你登录了以后呢 它就给你拿了一个很乏味的 然后各位看过这个广告 这是电视的广告 对不对 还来不及印 因为我们的摄影机会开始转向 它就开始用印表机赶快印 然后刚才就接着了 然后就把他接下来 火星我们看到整个火星都很乏我了 就开玩笑的 所以其实火星上面还是有人的 还是有人不信血 一定还是有 好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 这本来应该是有不同的层面 其中一个讽刺这个 这次的这个热盾牌 就这一个 它登录的时候 要进入大气的时候用来刹车的 挡抵挡热的 这看起来很像飞碟 所以说够讽刺了 第一个飞碟 我们讲的火星人做飞碟来吧 对不对 来登陆地球 这不是 第一个我们人类看到的飞碟 是来自地球 而且降落在火星 是开玩笑的 好 这是这几天的新闻 11月21号 说各位啊 好奇号啊 应该有大发现 下个月 12月在全国世界的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将会发表 我对这种新闻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这是狼来了 偶尔做可以 NASA这几年 不晓得为什么 它的那个PR的主任坏人还怎么样 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它让你外面摇唇 火星有大发现 大家一定想是又要有火星人 对不对 或者要有什么吸引什么 绝对不是 我跟你保证绝对不是 连发现氨基酸都不会是 但是它就要故意发 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你要发你就发嘛 你讲的是当天发就好了 对不对 不是 它还要在几个礼拜前说 下个月会有大新闻来 还不是在什么记者会 它就在一个物理学会 地球科学的学会 学术会议上会有一个报告 我觉得我认为这不好 好 最后几张投影片 未来这次的任务给了大家很大的鼓励 工程学家 工程师 所以在八月成功登陆了以后 当场这个insight这个任务很长啊 还要看火星的那个表面 还要挖洞 所以决定要 决定成行 这次的任务 因为成功了 另外还有些任务 像Matham也是一个很长的 研究大器的 Exxon Mars 是俄国的 预计2018年要发射 要赚两公尺 要寻找有机分子 我们希望俄国这一次运气好一点 所以欧洲美国跟俄国都有 日本 中国大陆也都有 印度他们都有 一旦太空科学成熟了以后 他们要越走越远 去完月球以后就要去火星 火星现在还没办法带人去 我刚刚给大家一点概念 火星非常远 去了以后可能会回不来 所以我们要带人去 月球很近 所以四十年前就送人去 对吧 二十五个人次 绕过月球 登陆等等等等 都还可以做 那人要不要去火星 这可以争论的 你去干嘛 人所有能做的事情 机器都可以做 对 除非是政治上 或者是就是人的一种心理 觉得说要证明 I can do it 对 要证明这件事情的话 否则的话 它的技术上困难得多 万一损失了 整个太空计划可能就会倒退一些 所以可以争论 我们可以争论说 到底火星需不需要有人去 但是长远的来讲 地球如果哪一天真正资源等等 水等等等等 真的越来越不能住 我们需要扩展我们的地盘的时候 要去炒地皮的话 超值 月球不太适合 月球太小 所以你即使 即使你用很大的环境工程 种了树 弄出了氧气 月球抓不住 抓不住 抓不住它就不会有大气 不会有大气 就不会有液态的水在表面 即使有什么样的水 彗星啊什么 或是地球盖气的水也都没有 所以你在月球上面要盖 就是要助人 一定要用防护照 永远照起来的 火星就不一样 火星它稍微大一点 它沉浸有大量流水 它现在正好在那个边缘 如果我们给它一点文式的效应的话 它说定就有 恰好会有足够的大气 让地盖表面有多可能 那我们可以把火星地表下面的水 开采出来 我们就可以不用带水去啊 水非常重要 所以类似以这个角度来看 火星 我们要说找火星的 是人类如果要去下一个地方 你可以想象是一百年两百年 是美国人先去 给我们台湾几个移民配额 我们才能去 不管你怎么想 火星大概是下一个人类要去 或者是将来百年千年以后的一个 所以让我简单的做个结论 第一个我希望给大家传达一些 我知道的火星的一些事情 火星跟地球很类似 地表的岩石等等都非常类似 它也曾经有火山的活动 说明现在还有一点点 我们没有侦测到 有地壳的活动 虽然还没有板块的运动 曾经有大量流水 因此受到水跟风大气的侵蚀 所以火星因为地壳板块不移动了 所以造就了高雄的火山 流水侵蚀的时间可能不长 因此还保留了原始的地貌 地球早年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对吧 我们去看一看地球早年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地球前几一年的资讯了 融融状态以后 因为板块运动都埋下去了 我们东西都已经埋到地底下去了 没有我们 连地球生命最初诞生 怎么样从无机有机到最简单的生物 这一个关键的这一环 在地球上面已经找不到证据了 要到别的地方去找 火星曾经具备了温斯的环境 适合诞生 是简单的出现以后就消失了呢 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发展出 倒有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很想 在生命科学来讲呢 很想知道这件事情 最后一两条影片 好奇号登陆成功了 它验证了这一种技术是可行的 这是蛮大的一个进展 但这只是个起点了 我这边打了几个点点 第一个 上个世纪初 1903年的时候 莱特兄弟成功的离开地球表面 没有离开地心隐蔽 但他离开表面了 对吧 有飞机了 1957年 俄国的史布尼克太空船进入太空 离开地心隐蔽 无重力状态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美国人醒过来说 啊 你在十年之内要把人送到月球 从全国之力做到了这样的事情 四十年以后 1969年 人类踏上月球 登陆月球的那一天 我小学四年级 我在跟我的表弟在丢棒球 电视转播 我觉得无聊很慢 丢一丢回去看一看 还在播这个 又跑去丢 然后终于就播到了 他们视撞靠下那一步等等 我印象中 就记得我11岁时候的那时候的情形 这一次今年的8月 人类还没有去 但是好奇好用庞大的宣传力量 让全球联播这件事情还成功了 也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 让我们觉得说20年后30年后 人类有技术了以后我就获取了 迟早是要去的啦 但是是什么时候去 是等到技术很好以后再去还是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 然后呢 这句话是我很有感觉的 欧洲的太空总署署长 有一次在给演讲的时候 他提醒我这件事情 NASA是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的任务是什么呢 NASA的任务就是到处去插美国国际 你看到月球上去插 这是美国的 第一个来的 到火星上去插国际 那任务就是他背着这个国际到处跑 好了 太阳系走透透走一圈 大的都去了嘛 飞过去啊 绕行啊 降落啊 对不对 未来的十年呢 去登陆小的 小的很难登陆 小行星啊 跟会星啊 跑得很快 它没有外星 很弱很弱 你去火星 降落山打开 地心引力帮你做事 它就下去了嘛 小行星啊 没有下去 没有地方 你要飞得跟它一样快 很快啊 比子弹快多了 然后要登陆 非常难 所以未来的十年 大概去登陆这些小家伙啊 太阳系呢 是很兴奋的动物 然后呢 大家伙再走一遍 对 火星再去一次 说 上次忘了量这个 上次量这个 这次下次量这个 然后呢 NASA跟ESA 或者日本的JAX等等等等 到底太阳系走完了以后 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 下一个目标完全不知道在哪里 远到不可思议 所以人类的一个地理环境 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太阳系对我们来讲 难道很大了 但是人类的现在的技术的脚步啊 已经探过很多这些太阳系的地方了 下一个太阳系 那个完全没有着落 所以NASA现在下一个国旗要差在哪里啊 好啦 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陈教授的今天啊 真的是要 后面就要看各位同学的努力 好 我们人类到底往下一个 Frontier去探索 那这个探索需要的 显然科技上 我们现在要飞到火星都远得很 那如果要飞到系外行星 根本不知道要多远 可是做到做不到呢 有时候被逼得飞做不可 那有的时候可以不用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 那我们说能源危机 石油看起来供应差不多跟需求是平了 可是美国最近又能够成功地 旁为的油页岩里面取出更多的石油 而油页岩的存量 其实比原来的 沙律地亚国那个大油页多了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可能石油还会拖一阵子 那供应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进展 还有可能会拖一阵子 那后面会怎么发展 看各位你们自己的发展 而不是看老师们了 好不好 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 那边有问题 教授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就是说有人质疑 阿姆斯上登陆月球是造假的 那以你的观点说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他说 像他什么 美国国籍 在无空气的状况上 居然会飘啊 还有什么例子呢 那第二个是说 火星它有 以前有那个水的痕迹嘛 那我看过一部电影是说 如果利用它两极的冰把它融化之后 其中会产生水跟氧气的话 就会造成温室效应 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 谢谢 因为我记性不好 一个一个来啊 第一个就是登陆月球 是不是假的 这也是一样 每隔半年往后就会来一次 你问我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现在太多国家 中国大陆的月球也绕月了 除非他也是假的 他去他有看到以前的东西 都看到了嘛 这绝对不会是假的 那至于网路上的这些 你知道这些讲法 你去月球你要插国旗 你知道月球没有空气 你不可能拿一个旗子去 然后就滑在那边 就完全不动 这很难看 我们平常烫衣服不是会僵衣服吗 你一定拿一个僵过的国旗去 那个旗子就会僵起来 没有空气它还是有惯性 它会动 所以那不是有风在吹在飘 它就是在动嘛 网路上有好多这种新闻 就什么天空不够黑啊什么什么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大概带我疑问 第二个问题是说环境工程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把火星怎么改造 这个东西我不是专家 不过环境工程的一部分 你说如何把两极的二氧化碳 把它释放掉 这是很自然的一部分 对吧 我刚刚讲让它大气有一点点 多一点点压力 然后不要跑掉 然后是不是要让植物去 这件事情很难 讲起来很容易 可是火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人类先要从一个小的实验室开始 我在一个实验室里面 能不能够自我完整 让人在里面生活里面有吃的 有排泄的再利用的这件事情 人类已经在做实验 或是我们在太空站上面 或在太空船上面 让人类在一个小环境里面生活 很不幸的是 这些实验的结果都很负面 都不是因为科学不够 是人不够好 人没有办法关在一个环境里面 跟你同样的人相处半年 一定会闹边 很奇怪 所以可是这种事情 一定是要考量这个因素在里面 人的心理啊 身体上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实验都还在初步的阶段 整个环境工程有得谈 我都起码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但如果人类要做 现在就得开始看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往往前走 谢谢你们 通常一个演讲成不成功 在于问题多不多 但当老师的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试 我们就要发考卷下去了 来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答案 没有问题提供答案也可以 我猜得说我要失败了 对不起 那我想请问 我们现在对火星的了解 有多少趴 我们对火星怎么算趴呢 什么样叫一百趴呢 对地球没一百趴 对 问题是什么叫一百趴 我们对火星了解 我只能说蛮多的 它真的是我们的近灵 它不是离我们最近的 离我们最近的行星是金星 可是金星啊环境极恶劣 它的大气层是地球的一百倍 温室效应极强烈 所以那边拿金属拿去都化掉 它表面只有岩石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希望跟它趁凶到地 宁可去火星 火星离太阳的距离 跟地球离太阳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正好都是水可以成液态的地方 所以针对从水的观点来讲 我们就离可去这里 月球离太阳的距离也跟地球一样 对不对 可是月球太狭了 所以人类很容易去 去完以后对它失去兴趣 觉得下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火星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对火星的了解 对于一个 你知道几亿公里之外的一个世界来讲 我觉得世界很了不起的事情 工程上这样的 我没有给你答案 因为我不知道几盘 没有 多几盘 多几盘 陈教授好 就是今天诈听 没有月球人也没有火星人 那有可能有其他外星人 那有否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明年的演讲 有没有外星人 你问我 我相信 我相信没有对错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说相不相信 我相信有 但我不相信它来过地球 这个故事就洗掉了 对不对 所有的谈话性节目一定是要讲有来过地球啊 还留下证据啊 帮我们盖个金字塔啊 对不对 然后让哪个女生怀孕啊 或者是什么事 等等 我不认为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外星人 人类就够坏了啦 不需要靠坏外星人来做这些坏事 幽浮是什么 幽浮就是不明飞行物 天上有很多不明的现象 我们很多事情不能解释的 台湾一年有几千起的 不知谁造势的车祸 我们不能因为说不知道是谁造势 我们就说是外星人做的 这样子太便宜外星人 所以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原因 麦田圈或者是这些事 我也有一长段里面都可以讲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是谁造的 我麦田圈 怎么就推给外星人太快了 你知道太赖皮了 不能拿不知道的东西 来解释不知道的东西 这在科学上绝对不能做的 双盲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拿不知道的解释已知的 或者是拿已知的解释不知道的现象 科学一定是这样进展的 所以我不认为幽浮是外星人的载具 我不认为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 一定要靠外星人才能解释 没有 零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那还有我最后讲一点点 就是明年的演讲 要证明没有外星人是不能证明的 所以你不能要我证明没有外星人 数学上不能证明没有 要证明有的 说世界上有外星人的那些人 要负责抓外星人来 说看各位我们不用争论了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就是外星人 但这样才行 正明有 比较简单 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说有种的 超级地球那种的 是真的 哦真的 超级地球的意思就是在别的恒星周围也有行星 这些行星的大小比我们地球大一点点 我们就把它叫超级地球 我们现在很想找跟地球一样的行星 可是发现这些行星不发光 我们只能用这颗恒星的运动 或者是这颗行星遮住了 这个行星遮住了恒星的方法来侦测 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推测这个行星存在 我们找到的都是又大又近的行星 像地球这么小的 这种技术还看不到 所以陆陆续续现在发现了 可以取了一个很耸动的名字叫超级地球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倍五倍大地球的大小 很快就会看到 应该其实已经找到了 就跟地球差不多大 对 那下一个就是这个地球呢 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的行星 这个地球要位于这个恒星的距离啊 让液态水也可以存在的话 它就有适合生命诞生的环境 就是这个意思 适合生命诞生 不一定有生命诞生 对吧 要去找 找什么呢 各位 很好的课题耶 到底怎么样就要找生命 有科学家说 我把地球摆在这边 然后我开始后退啊 要退到多远 我就可不知道地球上有生命 你以为我把地球搅得已经很惨了 我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啊 科学家又看什么 看地形 看你大气里有哪些成分 有些成分不是大自然的成分 怀疑你可能是工业化产物的结果 不用靠这种方式 答案是不用退很远 差不多像我手掌这么大地球这样 我们就看不出地球上有生命 那你这么远这么远的系外行星 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细菌啊 有没有海马啊 有没有大象啊 风吹草地建立了这样的景观 没有 最后一句话 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很复杂 我希望这个讲座 这种东西是生命的 生命真的很难地议耶 你知道我们在生物学上课本上说的 植物它都是属于生命的一种 我们不能跟它沟通耶 我跟我爸妈都不太能沟通啊 那不能沟通的生命怎么办 我到火星去找 找到什么我才叫生命 我说风吹草地建立了已经没有了 没有这种事情了 对吧 没有草地 没有牛羊 去土里挖 显微镜也看不到 去烧看看几亿年前是不是曾经有生命 好困难的一件事情 生命是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问题给大家 好 那那个系外情境有多远 我看到那个物理系大楼上那个电梯间停了 4.2光年的太阳系看到了一个大行星 那我们人类用现在要旅行过去 需要最快的设备需要六万年 用船 虫洞目前是做不到 虫洞走不到 虫洞太小太快 一下就不见了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说那么近的太阳系还要六万年 那宇宙有147亿光年 所以我们要到宇宙这边缘等了吧 人类目前是不可能 看看各位有没有办法发明什么样的科学动作 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下礼拜 我们先再谢谢陈文明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